大家好,我是夏姐 今天要回趟北京 第一个是要把车送回去 车要办理公布手续 第二个就是想回去看看孩子 孩子拔牙,然后有风针了 回去看一眼 主要还是送车 因为孩子昨天从医院回来也没啥事了 昨天晚上一直在疼 打电话上有点疼 可能是过了点麻痹去了 他缝了针了 肯定那趟孩子倒没啥事 个人送车 然后嘉楠你在这吧 我下午就搬回来了 好行 因为明天也要开始 孩子都不让孩子给我回北京了 因为明天 我下午没有遇见 您要不要摇抇 你会不要摇护 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杨茜茜茜茜 一个的杨茜茜 估计你牙怎么样了 现在好点了 还要把我吓坏了 是啊 你说云那儿呢 我说要我的后悔 还不如不拔 不拔吃的小爷要人人 没想到留这么多血 没想到泻蒸了 不知道拍拍片 你也没给我拿你的话 直接都私自就是躺在那 人家说要切 拉一小口 那你就说拉吧 对当时会没想那么多 放了多年龙 可能是躺在那时间长了 还是有点出血多 有点晕 应该是我感觉反正打麻药打的 那麻药反正一阵多呢 特别长一管 特别长一管 我脸都木了 左半边脸都没有知觉了 到脖子 几乎麻药 可能就是打麻药打 不打麻药多疼 那是承受不了 流了好多血 那给爸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 当时还挺着急 挺着急 然后我说我回来吧 你爸说别让我回来了 然后今天早上突然又接到你电话 就说送车呢 啥情况 不是这车要卖吗 我没问你 你说你要送车 我说那就送过来吧 我说你肩膀也没事 在那边 我送过来 我没让孩子了 因为明天孩子要打卡 那个14天 要健康码 行程码 然后开学 就不能出天津了 可以出 出的话 你来这儿的话 可以再回去 就是开学 重新 不是 做核酸 给学校拿核酸 对 然后孩子 我这两个事儿也多 要不我都去开学 这事儿多走过去 暂时这一段孩子开学 这天我们就回不来了 就别跑了 为了孩子也 是啊 那车那啥 那现在也不疼了吧 军姐 嗯 昨天晚上 你给我发现 你说有点疼 今天是不是好点了 嗯 今天好点 看那脸干好像有点肿 可能就是 你干净 拔牙 那就吃 他拿着小眼药了 是吧 对对对 那就吃点啊 昨天那个 当时拔完了 那时间 看着是有点重 嗯 打麻烤也就是 嗯 刚拔完了 那行 反正就是吃点药 休息休息 是啊 早晚都得拔了拔了 对 他还是到大学 他要一上火 还得烤 嗯 嗯 然后呢 你就那什么 嗯 你就把这几天 把那小眼药吃了 然后就等着吹线 嗯